在新西兰的话这种海上的运动超级流行 这种帆船 各种帆船 然后这里就是传说中的Ladies Bay 然后很多老头老太太裸晒 刚才那个老头来着裸晒 然后这个贝还是属于挺私密的一个贝 因为上面是悬崖嘛 然后也不太有下去 其实怎么下去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下去 人也比较少就可以来这裸睡 看那个老爷爷就裸着了 然后现在我们又来山上了 迷深贝 我们路过了迷深贝 然后又跑山上来 上一次我带蜜亚上来 那是晚上嘛 就是有一些叫好像叫探访豪宅区 因为这上面全豪宅嘛 有那边无敌的海景 有这边无敌的海景和那边City 你看颜色还不一样 那边是深蓝 那边是深蓝带点绿 这边是浅绿带点蓝 上一次是网上带大家来的嘛 今天白天带大家来看看白天的景色 然后这个雕塑依然在 还是能分清 西西兰雕塑一般都是能分清男女的 大家看下这个书怎么感觉是两截的呢 一棵树长在另一棵树脑上 人山被人骑 树山也被人骑 Hello guys 今天又来到战争纪念馆 就是这一纪念馆 之前前两天那个Lunton Festival 就是那个登节的时候来过嘛 然后今天来逛一逛他们那个植物园 旁边有个植物园 然后植物园旁边有一个韬吉他广场 那边他们在玩板球 然后那天Lunton Festival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整个这一片 这片是演出的场地 然后那片有演出 然后那片是灯 然后再加上各种小吃 你们会打那板球吗 完全不会打那板球 啥规则都不知道 规则蛮难学的我觉得 对 看他们印度人可喜欢打这个 好 今天我们要来的叫Winter Garden 下雨了下雨了 这不是船上中的猪笼草吗 给大家看看那个猪笼草里面 还有水的 不要把里面它的液体倒出来 因为它是靠着液体捕食 苍蝇啥的 好壮观啊 这好神奇 这出来一点 呃 能干这么长 好神奇 大家看这个Spanish moss 它是那种吊藤植物 但是而且它不需要土 大家看没有土 它应该是吸收水中的水蒸气活的吧 这个是真的生命力太顽强了 从这个温氏大棚一样的Garden 走过来之后就是一个欧式风格的田园 啊 这是Spring 那边那个是Winter吗 Summer 真的 拍下来拍下来冬 那后面那两个可能就是 春夏秋冬 那是春夏 这是夏 春夏那是秋冬吧 冬冬 这是秋孤呢 秋孤呢 硕果累累 有那个苹果葡萄 winter 冬姑娘 冬姑娘穿的比较厚 然后拿了个火炉 那是火炉 真的我感觉新西兰的这种松树都是翠绿色 油绿油绿 油绿油绿 嗯 像假的 我们老家那个包红包 啊 会放一截这个 啊 万年青才能够 这是真漂亮 像假的 在这儿呢 哎你看这有刺儿哎 这是有刺儿的 我猜知道它底下是有刺儿的 应该不同品种的 那带刺儿的 然后那个是我们在那边看到的 然后这个是大的 然后那边还有胖的 那边是胖的 然后这个是瘦的 哇这个树哎 皮肤好帅 西瓜 西 对啊 西瓜皮 长了长西瓜 因为为了养些热带植物 大家看底下全是暖气 哇 地热 好爽 可可树 做巧克力的 都成熟了 都可以吃了 这成熟 你怎么知道成熟 黄了 不成熟 不成熟是绿的 成熟了之后是黄色的 手掌都大 哇塞 开这么大 那个是winter garden 这个是热带的 garden 然后中间是 那个主要是花 然后那个主要是植物 然后中间有一个欧式的花园的这种过渡 真的非常棒 然后这个winter garden 在那个domain park里面 所以大家如果想来的话 可以搜那个domain park 然后你就能看到这个winter garden 哇 这说说话 这个货吓我一跳 有没有像那种 侏罗纪公园的感觉 因为 有一点因为西西兰全是这种蕨类植物 好像现在只有西西兰有这种 这么大的蕨类植物了吧 其实中国也有 但是我们吃的蕨菜也是蕨类植物 但是特别小 哇真的像猪罗纪公园那种感觉 随时感觉恐龙要干出来 感觉恐龙的时代应该这么潮湿吧 西西兰的果树是那个seuafen 是银蕨 叶子的背面 就是这种树的叶子的背面 蕨叶子的背面是银色的 这就是西西兰的果树seuafen 不要拿它的叶子 正面是那个深绿色 然后它背面是有一点银色的感觉 跟那个西西兰宝贝树银蕨拍照 然后西西兰很多的那个标志上 都有那个银蕨 银蕨那叶子 比如说那个西西兰的那个post 呃 没有什么玩意儿 西西兰的那个护照上面 就是叫银蕨护照嘛 然后还有很多签证叫银蕨签证 所以跟西西兰有关的东西很多都叫银蕨 这西西兰的蕨类种类超级多 这什么hen and the chicken fern 鸡蕨 然后因为蕨树的生产地 要求的那个环境都是特别潮湿的 所以同样也特别适合苔蕨 然后西西兰的苔蕨和国内的苔蕨不太一样 西西兰的苔蕨都是有一种长出来的那种感觉 不像国内的苔蕨就是趴在上面的 就特别小 然后西西兰的会长得很大 可能因为空气好 然后长得年头比较长吧 所以苔蕨就会长出来 又发现个新蕨类甜蕨sweet friend 应该是这个 尝尝 快 赶紧走 这里就是我们今天来的vincer garden Atafeles 一 二 三 四 四个部分 然后我们去了一就是那个热带雨林的地方 然后这个二就是那个中间的那个四季 就是那春夏秋冬姑娘和那个花园嘛 然后第三就是那个热带的house热带的房房屋 就是全热带的花啊树啊之类 然后这个第四个就是那个cool house 就是我们现在眼前看的这个 里面全是花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公共厕所 其实新西兰很多这种公共厕所的 然后就是按一下push 这个open的button 它就打开了 然后用完之后再按一close 它就关了 然后就是这种公共厕所 大家记住 新西兰的所有的公共厕所都是有纸的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买了两个这种扁的桃叫攀桃吧 好甜 今天已经完成了今天一天的行程 然后今天怎么说呢 感觉烫了一天的那个电灯泡有没有 然后今天过了一天特别典型的 新西兰的悠闲的一天 就不像新西兰其实想过一天有很多选择 比如说吃货的一天 要么休闲的一天 要么去很刺激的活动 比如说什么蹦吉啊 那个sky city都可以蹦啊 这真的是感觉一百个人在烏克兰 或者在新西兰生活 有一百种的活法 然后我也不太能分身了 所以就只能给大家展现我的一天了 然后也非常期待大家能够评论下来 大家对这期视频的想法 然后大家也可以评论告诉我 你们的一天是怎么过的 让我看一看大家的一天是什么样的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依然要积极乐观正能量 我们明天见拜拜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